中午10点还不到午餐时间 柜台前已经出现排队人潮 四个 好 经典的排骨便当有肉有菜 一个只要60元坐稳人气王 干贝铁板烧便当开败了 台铁近年来在口味上下功夫 干贝铁板烧满满海鲜限时限量 而热销排行榜上 还有熬到入味的传统猪脚便当 宜兰特产樱桃鸭也入菜 搭配三星葱蛋 展现地方特色 现在台铁打算开放便当加盟 明年开始想吃台铁便当 不必再到火车站 有点持续特色 要在台铁车站买会比较好 感觉比较有那种怀旧感觉 不错啊 安德方便啊 虽然方便 但也怕失去这份古早味 被称为是台铁金鸡母的台铁便当 光去年就卖出了一千多万个 创下7.4亿营收数字 破历年来最高纪录 用品牌授权加盟 那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要经过我们的测试之后 我们的厨房大厨 这些测试之后 可以了 我们让他去推出来 这是有这种模式 像是日本铁道便当各有特色 将支店小巧精致 新干线外形特别 至收藏价值 以及北斗新列车 或是限量版的卡通便当等等 都是铁道迷 踩点收集的重点 未来台铁便当拓展加盟 能否做好品管 还能同时拥有地方特色 让营收再上层楼 三连新闻李正道理 一听台北报道